为扭转利润和订单大幅下滑窘境 中国最大体育用品零售商李宁公司日前决定换降 张志勇卸任执行总裁 创始人李宁再度出山 并引进德州太平洋集团管理团队 不过资深企业顾问指出 在内需和出口都萎缩的情况下 李宁无力走出困境 根据2011年年报 李宁公司存获金额高达11.33亿元 较上年同期的8.06亿元上升40.57% 而同期李宁的净利润仅为3.86亿元 同比大跌65.2% 今年6月公布的2012订货会数据再次令人担忧 总订单量出现双位数百分比下降 整个中章产品现在都不行了 你想想看一个内需只占了百分之二十几的国家 一个工资比中占GDP不到百分之十的国家 它能有多大的购买能力 据何君乔分析 李宁市典型的中端产品 有钱的人消费高端产品 没有钱的人消费低端产品 而中国的中产阶级消费能力日益下滑 自然没有办法支撑这样一个中端产品 这个国家几十年的经济这样一个政策 它没有残富于民 老百姓没钱 中产阶级这一块房贷 车贷你也知道是吧 物价是如此的高涨 他们只能 只能这个 消减开支 是我们国内的市场已经萎缩 而国外的市场 我们又遭到了 遭到了这样一个下滑 所以李宁这样的话 他就是换 换他的执行总裁 他再换也没有太多用处 据了解 澳大利亚冲浪服装零售商比拉邦 股价暴跌 核心业务急剧恶化 老牌流行品牌Aspirit 连续三年出现盈利下滑 2011年与前一年相较 更是惨不忍睹 降幅达98% 亚洲服装公司 似乎都面临经营危机 新唐人记者雄斌 周新毅采访报道